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小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小云 杨志华在学生时代 在大革命洪流中 就是一个领导工人运动 妇女运动的实干家 这是我奶奶在武萨运动之后写的一本书 里面介绍了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 妇女运动的意义 并不是尊女悲难或解放女子个性 以反抗社会的意义 而是为一般妇女 为全社会的妇女争职业上 教育上 法律上 政治上的解放 杨志华 1900年出生在浙江萧山的一个绅士门地 1924年在上海大学期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 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问题 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 这一年 党领导的武萨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地热潮 当时 奶奶杨志华参加了中共四大 她那时还是上海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 上海大学是一所培养革命青年的红色学府 是武萨运动的策源地 如何给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发动工人投身到反地反封建的斗争中去 在最初的日子里 杨志华和上大师生们一起创办工人夜校 探索着自己的模式 刚开始 杨志华和其他师生们从宣传理论入手 什么是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 什么是最后阶段 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们听得一头雾水 后来大家想出一个办法 杨志华换上工人的粗布短挂 让女工们讲自己在工厂里的遭遇 日本监工怎么虐待自己 怎么监视欺负工人 进场时怕带船单要被搜身 出场时怕偷棉纱也要搜身 课堂氛围活跃起来 杨志华他们趁热打铁告诉大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 就是要带领大家脱离这种受压迫的命运 改变宣讲策略 用工人听得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发动上海工人运动做思想基础 是上海大学学生杨志华和师生们 在实践中共同摸索的一套范本 1924年在上大期间 奶奶揭示了向静语 杨志华被挑选为 客渔协助向景渝从事妇女运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批女工优秀分子入团入党 他们在革命斗争中 运输弹药救护伤员传递消息 1925年10月 向景渝远赴苏联 杨志华接替她 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部长 在之后紧张的战斗日子里 杨志华根据实践经验 撰写成《妇女运动概论》 这本书第一次从理论上明确指出了 中国妇女解放的档路 也是中共党内第一本 以妇女运动为专题的宣传手辞 我觉得她的最大特点是外柔美高 终管她一生 她坚定的信念 从她从事的工作到最后临去时 始终是没有变过的 坚信党 轰轰烈烈的武萨运动 是全国范围大革命高潮到来的起点 在这场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中 各地涌现出像杨志华这样的 年轻女革命者 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经受考验 百炼成岗 对我来说 她就是奶奶 就是一个私乡的老人 后来对她了解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也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心中有大爱 对被压迫被剥削的这些 工农劳苦大众 尤其是对妇女 有个深刻的同心心 希望能让她们过上平等 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